大家好,今天来聊一聊共产党的性质 就是我们人生都在不断地反省 不断地了解自己 记得基督徒 就是说我们出生以后都是迷途的羔羊 我们的一生都是在认识主的过程 等我们认识到主,找到了主 我们一辈子要差不多了 就这个意思 所以说我们一生也在反省我们自己的一生 找出我们自己的自我 很多人活到老了,还没搞清楚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么我是这些年 尤其是在秦月砸了我那个秦以后 我就不要去把心都铺在那个小的秦上面 现在可以去学很多东西 自己也可以做一些自我反省 慢慢开始了解到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还是我那句话 错误脾气,毛病不少 但是呢,从基本上 从本质上呢,还算是一个好人 就这个意思 在谈这个主题之前呢 我们先恭喜北京的冬奥 这个冬季奥林匹克 顺利开幕 OK 希望这个各国建儿 取得好的成绩 当然 这个 我相信 挪威啊 我的继母国 一定会取得很好的成绩 OK 因为我们那个挪威 冰天学地啊 那个 好像那个小孩子都是在那个 在那个滑板上长大的一样 OK 我记得那个时候拿挪威护照有三个问题啊 第一个问题是你会不会讲挪威语 第二个问题是你会不会划冰 第三个问题就是你吃不吃这个鱼丸子 OK 你要是只要是能说挪威语 能够划冰 能够吃鱼丸子 鱼丸子 那你就是挪威人啊 所以呢 听到我们中国的挪威啊 以及全世界各国选手的好消息 下面讲我们的主题 那么我们啊 这些海外的华人啊 这么多海外的华人啊 几千万吧 既然放不下共产党 既然放不下那段历史 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啊 就是说 沉下心来 理性的 心平气呵的 再去了解一下共产党 看看共产党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OK 以前讲的共产党啊 大家都会一昧的说 那是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 列宁呢 我先把它放开啊 列宁 我今天是党马克思 这个马克思呢 我是在大学的时候 在奥斯兰大学学过一点马克思 那时候当时我还觉得很很奇怪啊 为什么要要学马克思 后来他发现其实马克思跟所有其他的西方哲学家一样 在西方人的看来啊 马克思跟革命啊 跟列宁的革命的这个关系不大 他主要还是一个一个叫做这个 Shield Science 叫做伪科学家 伪科学 上次节目我已经讲过了 这个马克思的他这个伪科学啊 并没有贬义 他这个伪科学可以翻译成这个推理科学啊 或者意想科学 设想科学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个我先要把这个科学是什么啊 最最简单的语言来解释一下啊 我们华人的语言中间 尤其是中国大陆的语言 讲到科学啊 它的定义啊 更多是是正确的 是符合这个客观规律的 是这个意思啊 比如说你这个事情啊 不科学啊 这个事情科学啊 不科学就是说不符合这个自然规律啊 那叫不科学 其实在西方的科学这两个字 与正确与错误一点关系都没有 在西方的科学 这个science 它的意思就是一种方法论 OK 一种方法 它是什么呢 就是提出一个假想 而在实践中去观察 反复体验得出这个结果 这个过程叫科学啊 你必须要提出一种假想 而这种假想一定要在实践中 反复能够被观察到 最后被证明 这个过程叫科学 而至于这个结果 经过反复观察 这个证明 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这个与科学没有关系 OK 它是整个这个 事情做的这个流程 叫科学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人啊 是这个疾变的 OK 那么我们反复去 这个变成有伪科学了 就是说这个猴子可以变人 猴子可以变人 经过这个学啊 什么东西啊 那么就是说 拿这个猴子 像孩子一样去 这个这个这个领养啊 就是领养一个猴子 跟自己的儿子一起住 然后呢一起教学 一起上学什么的 这个猴子会不会变成人 这样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这个过程呢 叫科学 至于这个猴子家呢 能不能变成人 那个与这个科学没有关系 现在解释完以后 大家听懂 这个以后 我们回过头来 为什么说 这个马克思的理论啊 是伪科学 是由于马克思的理论 他没有办法经过实验去证明 他提出了这个假想啊 这个资本论啊 他讲的这个啊 就是工人会革命啊 就是剩余价值 他整个体系啊 这个我等一下再讲 我等一下再讲 我先讲这个伪科学的事情 而马克思提出的 这个工人阶级跟资产阶级的矛盾 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的时候 就会发生革命 啊 那个工人阶级就会推翻资本家 然后呢就掌握政权啊 社会就会怎么样啊 他提出了整个这一套的 他的这个啊 经济原理 以及社会原理 但是呢 马克思的提出这一套呢 他并没有 经过这个社会事件 去证明他 他没有 因为所有的资本主义社会 啊 在英国的工业 工业革命啊 这个工业社会也好 法国德国 所有的西欧的 这个资本主义社会 都没有发生啊 这个工人阶级啊 和资本家的啊 这个这个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以后 然后呢工人阶级起来推翻资本家 自己当家做主人啊 这样的事情一直没有出现 因为随着社会的这个发展呢 这个资本家和工人的 这个关系一直在调整 成立工会啊 这个征求自己的权益啊 那么就是这个资本家啊 这个退步啊 都在妥协啊 这样他总是维持了 他已经发展下去 所以马克思的主义啊 不是好还是不好 是他提出的这些设想啊 没有办法在时间中 被观察到 被证明 所以他只是一个假想的 这种他的哲学观点 他只是一个假想的 设想的 推理的 所以被称为是个伪科学 或者用我的翻译说 更准确的说 是一种推理科学 OK 是一种假想科学 这个听清楚没有啊 好 我们听明白了啊 所以现在讲的 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时候 不要有这种贬义 做学问的人啊 都不能够就是说 有政治正确 我们作为学者的任务 就是真正的理解 了解了这位哲学家的 他的观点 他的看法 以及他的主张 就可以了 与这个正确错误 没关系 就像我们在奥斯多德大学 我们这个考试的时候 哲学的时候 最后是绝对不需要写 这个是正确还是错误 你再理解了 马克思 马克思就是这种观点 那你说 柏拉图 柏拉图是这种观点 亚里斯多德是这种观点 苏格拉提是这种观点 这个泰勒斯是这种观点 OK 你把所有的这些哲学家 康德啊 尼采啊 维根斯特 孟德斯就随便你说谁 你把这些人的这些观点 讲清楚就可以了 那么下面再分析分析啊 这个中国共产党跟马克思 到底有多少关系 我们知道这个 马克思的理论 他的资本论 他讲的是这个 剩余价值的观点 剩余价值理论 就是说这个 工人创造多少财富 那么资本就要付出了多少 那个最后呢 付了工人的工资 原材料之后 剩下的剩余价值 他有这个学说啊 其实说句心理话啊 我是不会为了做这个事 去读一遍资本论啊 我相信毛主席 可能也没有完完全全读过 对吧 但是呢 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但是这个马克思啊 他这个就是说 忽略了其中一个问题 资本家的付出 算不算劳动 那么资本家他想 我要盖个工厂 我要找这么个工人 我要宣传这种东西 我要卖出去 我卖不出去 我会破产 他也有他的危险 那么他的这些付出 算不算劳动 那么他付出的这些 他的劳动所得应该是多少 这个我不知道 马克思他没有算不算过 这个东西对不对啊 所以后来这个刘少奇 就是说剥削有理论啊 就是剥削越多越有工嘛 他其实也讲了这个 就是这个社会 他是靠着一些资本家 靠着一些经营人士 在组织了这个社会 让这个社会运转起来 你说张忠谋很有钱 他如果不干台积电 他不给那么多 这个就业人员 给工作给别人 养活那么多人的话 那么他怎么会有钱呢 那么说我们会不会说 张忠谋他是一个资本家 然后这个台积电的都要去 把他打倒他 这时候就没有发生嘛 更恍惚 中国不是一个工业社会 中国就根本就没有工业化 它根本不存在 中国的工人阶级 跟中国的资本家之间的那种矛盾 所以马克思这一套 他根本拿到中国就没有用 至于这个当时的俄国 十月革命嘛 那个就是列宁主义了 那就是暴力革命 那个并不是说是工人阶级 跟资本家的矛盾 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发生的革命 不是的 OK那是一种 那个就长了 我们这个视频不讲那一节 我们就讲马克思 所以才有了这个毛主席 灵活运用 叫做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 把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他的这个原理 跟中国的实践这样结合 形成了这个农村包围城市的 这样一种毛主席的思想 出了毛主席 毛主席思想 这个中期又有一个问题了 这个农村的农民 跟这个城市里的资本家 有什么矛盾 有什么关系 一毛钱 这关系没有 八干子打不着嘛 农村的农民 为什么要跑到城里 去跟这个资本家干 所以事实上 所谓的毛泽东思想 所谓的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 所谓的把马列 不是马列 所谓的把马克思的基本原理 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 其实就是套过来 为了这个革命 为了推翻这个政权 为了自己的权力 拿了一个硬帮过来的一套 就是自己觉得自己高上上 这个东西不是我发明的 这个也老祖宗 这个有马克思 姓马的 那怎么怎么了不起 那是他的东西 事实上 你说有马克思几毛钱关系 所以说我认为 这个中国共产党 真的跟马克思 是没有太多的关系 你说中国共产党 是这个一个马克思的党啊 这个我觉得是 从实质上是说不过去的 当然我在这里要说明一下 并不是说 共产党跟马克思 挂不上什么沟 就说明共产党比以前好一些 这个与共产党的好坏没有关系 你们觉得共产党是 这个罪恶逃天啊 这个罪恶雷雷 是庆数难言啊 你们继续去考虑 这个没有问题 我今天只是解释 把共产党跟马克思挂在一起 那只是说当时的毛泽东啊 他没有其他办法 他就是拿了一个这个东西呢 为了自己的 当时毛泽东 还没有那么大权力吗 还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吗 他需要拿一个 什么时候 无纱茂园的东西 对吧 搞个大权政治正确的东西 那么就把这个马克思啊 硬托过来了 其实我觉得中国共产党呢 跟马克思啊 真的就是没有太多的关系啊 那么中国共产党关系多的 我觉得还是逆宁主义啊 逆宁主义才是 更多的影响了中国的革命 因为逆宁主义就是 呃 就是毛主席讲的清清楚楚的 痞子运动啊 痞子流氓运动 OK 就是那个意思啊 就是搞暴力革命 就是杀人 抢劫 OK 好 那么今天的视频啊 关于这个 对共产党的本质的 这个讨论啊 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留言啊 那么明天 如果没有其他的新内容的话呢 我可能要做一个 是谁打倒了共产党 O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